老猫叫了一声奶奶 这可把在场的老太太吓得不轻 万万没想到 神奇猫咪竟然会用猫语模仿跟人交流 如果你家小猫开口说话 你会相信吗 然而老太太把自家猫咪会说人话的消息 告诉邻居时 大家都嘲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老年病又犯了 那你觉得老太太养的猫咪是会说话呢 还是老太太在说谎呢 现在不少人家里都养了只猫作为陪伴 若是说养鹦鹉说话姐们倒还能理解 怎么这年头猫也能说人话了 长春艺老太太说 自家养的猫会说人话 正在切菜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了 在我的后面问我你干啥呢 感觉清脆都了不得 我就感到很惊讶 这猫怎么跟我对话 传出去把周围邻居都逗乐了 连儿女都觉得自家老太太是不是盲昏了头 老太太见大家都不信 生气地录了个视频 她养的猫竟然真能口吐人言 听起来像是一个小女孩在讲话 这是怎么一回事 沈阳长春 老太太年事已高 儿女出门在外忙工作 平日里就和老伴说说话 跟隔壁邻居张奶奶唠唠嗑 别的时间无事可干 想着姐们便养了只小猫 给她起名叫咪咪 这天老伴出门买菜了 老太太在家里搞搞卫生 正做的兴起 突然听到屋子里面传来人的说话声 老太太连忙扭过头 发现咪咪正经盯着自己 但屋内没有任何一个人 老太太这时有些纳闷 应该是自己上了年纪 耳朵出现幻听了吧 没想到接下来出现的这一幕 彻底把老太太吓到了 老太太刚准备扭头继续干活 咪咪嘴里突然冒出三个字 你干啥 若是养的是只鹦鹉 老太太倒是不惊慌 但这可是只猫啊 怎么会口吐人言 发出如同小女孩般的声音 老太太还处于震惊的状态 老伴正好回来了 见老太太傻呆呆站在那 好奇问道 你这是咋了 老太太一脸不可思议的跟老伴说 咪咪说人话了 这可把老伴整乐喝了 你上了年纪老糊涂了吧 咪咪怎么可能说人话 老太太见老伴嘲笑自己 就有些生气了 自己亲耳听见咪咪说话的 怎么还能骗老伴呢 老猫叫了一声奶奶 这可把在场的老太太吓得不轻 万万没想到 神奇猫咪竟然会用猫语模仿跟人交流 如果你家小猫开口说话 你会相信吗 然而老太太把自家猫咪会说人话的消息 告诉邻居时 大家都嘲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老年病又犯了 那你觉得老太太养的猫咪是会说话呢 还是老太太在说谎呢 老太太便想着让咪咪出来作证 结果咪咪又是蹦又是跳 没有再说话 老太太也没辙了 可能真的是自己幻听吧 毕竟现在还真没听过哪家猫能说人话的 就是说给邻居儿女听 他们也是当笑话 说多了 他们还当老太太上了年纪 神志不清呢 老太太的胡言被街坊邻居笑了好久 因此心里总惦记着这事 想着必须得证明自己 所以有事没事就盯着咪咪 结果接下来这一个月 咪咪都没有再说话 这时老太太终于放弃了 兴许真的是自己头脑发昏听错了呢 这天老太太约了平时聊得好的好友到家里唠嗑 大晚上的大家正嗑着瓜子谈天说地呢 突然传出一声小女孩的声音 似乎是叫了声奶奶 把几个好友都吓了一跳 你家孙女在啊 一位好友问道 也没见她影子啊 今天不是就你和你老伴在家吗 这会儿老太太神秘一笑 错了 不是我孙女 那是谁 不会是闹鬼了吧 几个好友惊慌失措的朝四周看 是我家猫在说话 老太太这时有些得意洋洋 等了一个多月 终于等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刚好证人在场 这下可没人会说自己说胡话了 老太太这次直接拿手机录了视频 又有了人证 但周围邻居还是半信半疑 觉得老太太这是找人帮忙说话 视频说不准也是后期编辑过的呢 是真是假 一探究竟便知道了 有记者听见这么一桩怪事 连忙到老太太家中采访 老太太也是拿出了视频 证明自己没说话 但记者还是想眼见为实 毕竟猫说人话 实在是危言 老太太 老太太 会说人话的消息 告诉邻居时 大家都嘲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老年病又犯了 那你觉得老太太养的猫咪是会说话呢 还是老太太在说谎呢 但想让咪咪开口 可不容易 就连老太太也是苦等了一个多月 更别提在生人面前了 咪咪见到记者就躲 更别提说话了 无奈之下 记者只能在老太太家里装了一台针孔设想头 既不打扰老人家 也能方便记录猫咪说话的一瞬间 老太太说 咪咪喜欢晚上11点过后来粘着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 她说话的可能性最大 真的能记录下这奇异的一幕吗 记者左等右等 这天深夜 咪咪朝着老太太的房间走去 突然就发出小女孩的声音 奶奶 当老太太告知记者时 记者也不得不相信这荒诞的一幕竟然是事实 不是说好 见过以后不许成经的吗 怎么这猫咪如此特异 相比起其他家的猫 咪咪还格外的聪明伶俐 听话乖巧 老太太叫握爪就握爪 平时也从不捣乱 从哪里能找来这么一只神奇的猫咪 老太太说 就市场上看到可爱买回来的 买回来就一直娇生惯养着 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特别黏自己 这看起来 老太太也没有专门对猫咪有什么特训 那为何猫咪会说人话 记者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求救专家 专家听后解释 这并非猫土人言 只是因为猫叫声与奶奶的发音听上去有些相似 所以就认为是猫在说人话 但即便是这样 咪咪也足够厉害了 家养的猫往往与主人很亲密 咪咪爱念着老太太 甚至发出奶奶的叫声 恰恰好说明猫咪爱老太太 猫咪也是记恩的 你对她好 她就会对你好